范冰冰多年前说的话静音正在赵丽颖身上。 难道有什么魔咒? 范冰冰出道多年,从孩诸葛阁里的小丫幻金锁载到如今的一线女星,范爷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,再美声很多,可是底声也不少。 范冰冰曾说过很多金句,像我不嫁豪门,我就是豪门之类的,范爷的称号也由此而来。 但令小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句,能承受住多少底,就能接受多少赞美。 范爷就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女子,被越来越的人接受。 神奇的是,范爷说的这句话,多年后在赵丽颖身上印证了,网友,难道是有什么魔咒? 赵丽颖刚出道的时候跟范冰冰一样,朝黑无数,她做什么都是错的,就连上快乐大本营喝水都会被拿来说事。 众所周知,赵丽颖是农村出身的,这在今天当然是赵丽颖的励志的开始点,但是在全网黑时期,这个就是网友攻击她的点了。 但是赵丽颖很坚强地熬下来了,从小配角走到今天的大女主,一步一脚印,努力终会得到回报,赵丽颖用作品打脸那些质疑她的人。 花千古使赵丽颖一泡而红,前妻的小谷天真可爱,黑化的时候,所有情绪的转换把控得十分到位。 这下那些说赢宝没演技的人可以闭嘴了。 之后,赵丽颖又拍了《老九门》《青云志》的大热剧,进一步奠定了她大女主的地位。